严喜攻略热播,令妃聪慧,乾隆毒蛇,每个角色都像杭帮菜。 最近,一部叫《严喜攻略》的《清朝宫斗剧》开始频繁地登上热搜。 冷色细滤镜,贴近历史背景的妆容设计,让这后宫中清冷幽深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智商在线性格分明的女主,填导后的帝后CP,无疑让观众在剧情方面,重新找到了《清空剧》的正确打开方式。 小宾在关注剧情的同时,目光自然也离不开剧中皇宫中的美食。 剧中女主角因抱不平得罪贵妃,吃下的藕粉丸子,鱼贵人最喜欢的海生包斯克饼,乾隆送给皇后的荔枝等等,都让观众边追剧边流口水。 奈何剧中美食略少,小编相信观众们都意犹未尽吧? 好在剧中人物性格零角分明,简直像一道道行帮菜,每一样都颇具特色。 乾隆皇帝 A.S.虾包扇 聂远饰演的霸气男主乾隆皇帝,幽默可爱又毒蛇,不仅能处理朝堂之事还能使破居心叵测嫔妃们的伎俩。 当面戳破 乾隆皇帝虽然拥有后宫家里三千,却是一个痴情专一的男人,前妻和复查皇后举案其美,感情赌质,十分温爱。 皇帝的习性华逆如扇丝,正如杭帮菜中的虾包扇,用料纯正,做工讲究,程序严谨,营养元素丰富。 在杭州,老任家们有小鼠皇帝赛人身的说法,恩泽天下,皇帝和虾的搭配正如皇上对皇后从尼而终的感情。 魏英洛 魏英洛 AS小龙包 魏英洛 吴锦言饰演的女竹类英洛,也就是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后抗衡的令妃。 表面看上去很纯洁,面无表情,但却机智灵敏,有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养精虚锐等坚韧不拔的性子。 魏英洛看起来更像小龙包,表面看上去是傻白甜,一旦触及到内心就会发现她的倔强,固执,聪明,肚子里十分有料。 复查复衡 AS损肝老鸭包 徐凯事演的男二号复查复衡是复查皇后的亲弟弟,张相英俊,且出身显贵,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暖男。 复查复衡 老鸭包的汤汁油而不腻,正如复查复衡对女主角的爱,厚重但恰到好处。 复查复衡 复查皇后 AS龙井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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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善良 温润如玉却内心倔强 他人淡如菊 与皇帝相处时 含情默默又不失皇家里 妇产皇后的性格更像杭邦菜中的龙颈虾仁 虾仁玉白鲜嫩 牙液碧绿带着清香 整道菜色则牙利 滋味独特 龙颈虾仁食之清口开胃 回味无穷 在杭菜中堪称武爵和复查皇后清新 脱俗 典雅的品性相得一张 A.S. 贤飞的性格就如杭邦菜里的东坡肉 从最初白皙的五花肉 经过浓油赤酱的洗礼 黑化后更具魅力 逆袭成为餐桌碧点 东坡肉是江南地区特色传统名菜 在做法上 有先煮后烧 有先煮后蒸 还有直接焖煮收汁 它的主料为半肥瘦的五花肉 入口软而不烂 肥而不腻 在各位小主心目中 这些杭邦菜又代表了那个人物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